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张启腾 桃园市2021新丑年春年 在1月6号正式亮相 今年的苏法春年有别于以往 推出了两款苏法提制春年 并特别以新月满地奔向2021 以及春回大地为主题 期望为新的一年祈福 2021新丑年桃园市政府春年发表会 在桃园市长曾文灿与艺术家陈若涵 余同森的共同发表下 于1月6号正式亮相 今年的新丑牛年春年 特别以新月满地奔向2021 以及春回大地为主题 期望要为新的一年来祈福 蛮特别的很漂亮啊 很有意义 看起来很漂亮啊 它设计也很独特 今年我们请到了一个 这个剪指艺术家 陈若涵小姐 帮忙设计了21只牛的 这个奔向二衣 那大家可以仔细看喔 充满了趣味的一个剪指春年 那我想今年喔 除了春回大地这个春年以外 我们特别推出的这一款 那给我们的市民可以 这个祈福 增加喜气 也祈求疫情能够退散 台湾能够平安 一直到除夕 一直到青春会发生的 台湾可以看到的景象 今年的苏法春年有别以往 推出两款苏法提字春年 而其中的心愿满地 奔向2021春年 透过以创意指雕形式创作 并特别刻画出 纯洁的传统习俗 另外传统提字春年的春回大地 也盼今年疫情能够尽快推散 这次的作品 其实是整个主题是奔 所以在画面上面 可以看到三只牛 这个奔字 那我们切割成 一格一格用纸雕的方式来创作 是希望让不同的多元族群 在过年的时候 因为大家其实有共同的心愿 所以这个作品心愿满地 就是在过年期间 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闽南客家原住民 或者是新住民 他们都一起祈福的这个仪式 藉由春回大地 这四个字 希望在新的2020年 我们可以告别疫情 有一个更美好的这个未来 跟新希望 创意指雕形愿满地奔向2021 以及春回大地 两款样式的春联 从即日起 在桃园市政府一楼服务台 开放民众索取 数量有限 法文为止 欢迎有需要的民众 踊跃前往索取 不仅让台下观众看得惊呼连连 同时也为桃园市政府社会局 新住民15颗的成立来庆祝 桃园市有鉴于新住民人口众多 因此近年来也积极推动各项的新住民政策 桃园的新住民人口有六万五千人 那外籍移工有十一万四千人 那比例非常的高 那我在这几年已经成立了新住民联合服务中心 文化会馆 那我想今天新住民事务科的成立 代表我们在业务推展上 要更能够这个统筹 能够有专责单位来进行各种计划的这个推动 那我们希望能够创造一个多元包容尊重 也能够推动这个新住民的赔利这样的方向 目前桃园市的新住民人口约六万五千人 桃园市政府为了完善新住民的生活 工作教育等需求 因此特别成立新住民事务科 不仅要服务新住民朋友 同时现场还有精通各国语言的通议人员 藉此让交流零距离 我们目前新住民事务科总共配置二十元 那我们这边有正式人员七名加一名的业务助理 那我们业务助理就是我们新住民的一个身份 是来自安徽的一个姑娘 那另外呢我们的这个科的一个主要的业务 是包含这个统筹各项各局处理的相关资源 来提供我们新住民的一个协助 那以及我们要筹设这个新住民培力中心 以及这个新住民社区关怀协会 这个辅导跟这个成立 那还有各项的一个多元的支持 跟家庭的一个支持层面的服务方案 那我们另外也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来第一线协助这个家庭来解决 了解他们的问题跟需求 来提供相关的资源跟辅导 桃园市政府新成立的新住民事务科 除了会办理新住民生活 适应辅导相关方案 同时还会辅导桃园市内 二十个新住民社区关怀聚典 并提供新住民社区在地服务 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 桃园青创团队多样桃园 则以东南亚主题书店 旺建书间作为地方创生基地 推出了多场一国一文活动 希望以旺建书间为据点 让移工新住民与学生有个交流平台 也让各国文化共荣共生 桃园市身为工业大士 新住民人口超过13万人 桃园后站更是成为移工与新住民的集散地 桃园青创团队多样桃园 以东南亚主题书店旺建书间作为基地 推出多场的一国一文活动 让各国文化共荣共生 我们这边书店的话 目前就是有提供分享式的图书 就是我们书籍是算说我们叫书间 但是我们书是不卖的 就是我们是以借阅为主 那就是移工啊 新住民啊 或是台湾人 就是在这边都可以找到东南亚各国语言 还有台湾中文的书籍也有 桃园人表示 很多人以为移工的休闲与发泄 都是靠吃喝跟唱歌 但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并不是 希望以旺间书间作为据点 让移工新住民与学生有个交流平台 我们深入跟移工一起当交朋友之后 发觉其实大部分的人 其实要的不是只有可能民生需求 那还有更多的是心灵层次 在台湾这边还可以沉淀升华 那我们那时候 以书的形式让这里再可以提供一些阅读 那阅读之外也可以进行讨论 我们希望在在地的环境里面 在这个桃园这个移工最多的城市里面 然后提供一个新的路径 让新住民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 跟移工同国同胞结合的一个工作平台 黄间书间收集了多国语言的书籍跟小说 越南新住民杜金欢表示 回到这里就像回到家乡一样很亲切 这个书间让我感觉好像一个在我国家一样 就是我看得到那个东南亚的书间 然后让我回到好像我在越南一样 我非常喜欢这个书间 青年局支持秦创团队进行地方创生 并推出多项辅导及补助计划 多样桃园团队就是其中之一 青年事务局在提供这样的一个资源 除了有补助资源以外之外 我们还有辅导案 那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看 全国的地方创生的团队怎么样在进行 更重要是今年有主打一个叫做 募资的专业辅导案 那也很希望未来对这些议题有兴趣的青年团队 都可以来找青年局 后卫市政府将持续为青年团队 办理一系列的陪例辅导 成果交流等活动 帮助青年朋友从可能到能 将所学带回家乡 欢迎由新区的团队一起加入 打造社区共好的地方创生模式 记者赖伟一同源报道 课语文化绘本作家张杰明 当因为女儿要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 不仅开始深入解析课语文化 同时为了让课语文学能够符合现代的教育理念 因此透过录制各种的课语腔调 希望能将课语文化传承下去 眼前这一位用课语讲着儿童故事的 就是拥有客家安徒生美名的张杰明 张杰明从纺织厂工程师转变成为儿童文学作家 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 这些年来出版了32本的作品 而张杰明会这么全心投入 都是因为女儿的这一句话 为了想要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 所以他就说 爸爸我要去报名演讲比赛 你帮我写演讲课好不好 我就觉得这很好啊 我找了很多当时的客家的一个儿童故事 可是我发觉说 那时候客家儿童故事不是没有 但是要有符合现代教育理念的一个 现代公民的一个故事 其实是比较稀少的 以前的故事大概就是说 哪这个身体残缺的人开玩笑啊 这些故事很多 所以我想说我应该自己写 所以一写就写了20几年 写了现在32本文化故事 课语文化绘本作家张杰明 当年因为女儿要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 不仅开始深入解析 课语文学 同时张杰明为了让课语文学 能符合现代教育理念 因此便积极投入文学创作 并透过录制各种的课语腔调 要融入儿童绘本当中 因为客家有很多的一个很好的概念 很好的传承 那我们就要 我们这辈子的人的话 我们就要想把它延续下去 把它发扬公道 把好的留下来 台湾头到台湾尾有六种 七种的这个词腔调 我通通给她录音 而且都请小朋友录音 甚至我还想活络的人老师帮我录音 还有我女儿 英文也帮我录音 所以甚至有一本书 它甚至有七种腔调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就说 很好啊 这样子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 欣赏到这个很有趣的 可以同化可以同谣啊 二十多年来 张杰明为了课语文学创作 除了自立与田野文学调查 并发掘客家民间文学及历史 另外张杰明这些年来的创作与努力 也让她获得2020台湾文学奖 课语文学创作奖的肯定 对此张杰明也希望要持续创作 借此让客家文化传承下去 记者王中军台报导 为让学生能体验不同的运动 并从中学习如何抒压 桃园市建国国中 在期末考前 举办了涉及体验活动 分为班技对决和无差别混战 让现场同学们玩得十分开心 三 二 三 学生们头戴面罩 手拿水晶弹枪 摆出专业姿势朝对手射击 在寒冬中上演激情枪战秀 桃园市建国国中 选在期末考之前 举办涉及活动 让同学们玩得不亦乐乎 因为快要断考了 会很紧张 然后玩了之后 觉得可以疏解一些压力 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 可以转一些注意力 就第二场便比较好玩 就是女生比较愿意冲出来 然后带他一起去射男生这样 然后就是 就一样把怨恨 然后就全部发泄出来这样 之前我跟家长有想要去打漆弹 但是他们觉得那很危险 不让我玩 今天有这个机会体验 我觉得很开心 今年是学校第二次举办涉及活动 特别采用软式子弹 来保障学生们的安全 也让活动更加逼真 活动主办人希望 学生能从活动中了解到 如何透过正当的休闲活动 来疏解压力 我们办这个探索体验教育 是在学校里面办已经到第二年 那我们为什么会想要办 这样的活动 主要就是说 有些孩子他可能在外面 没有机会结束到这样子的活动 那每年我们都跟教育局 申请这样的资源 那我们想说希望把这个资源呢 就是扩展到给更多的孩子 来体验这样的活动 让他们去了解说 其实正当的休闲活动 是可以疏解压力 然后也激起他们 从事休闲活动的一个兴趣 另外建国国中师长们也希望 透过班级涉及对抗赛 培养学生们 团队合作的互助精神 与荣誉感 透过班级的团队互助的部分呢 有更多的一些成长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一个教育活动 未来 我们还是会持续来办理 这样一个活动 家长会这边是有协助 这个在抽签的部分 做到公平公开公正 那我们也希望说 藉由这次的活动 让学生能够体会到 团体作战的一种 一种荣誉感 在互相对抗奔跑 躲避的过程中 同学们一方面疏解了 考前压力 一方面也让彼此的感情 变得更好 留下难忘回忆 记者刘雨婷 桃园报导 各位族人乡民朋友大家好 我是桃园市议员简志伟 在这边要告诉大家 一个好消息 明年的8月1号 原住民族日 志伟曾徐道 我们到桃园国际棒球场 来举办一个 原住民族棒球主题嘉年华 弘扬我们原住民族 最美好的传统文化 我们一起来去看棒球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步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国立之都希望桃园 因为有你的参与 桃园越来越好 每1月3日 和马偎园 最后我们一起去看 各个穿灵